今天早上美国取消了中国作为一个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请问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的今年中国的出口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总的来讲的话请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今年的出口形势会怎么样 我想很简单的一句话 正确的选择 积极的意义 那么关于出口的市场 刚才讲了随着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的签署 相信对我们两国的贸易 甚至对全世界国际贸易都会有积极的影响 是一个利好消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